对手奉献了一场非常非常伟大的比赛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三次零礼炸战 你怎么看这场比赛 我觉得首先 两个人都发挥了自己很高的竞技状态 也恭喜李登伟 当然我觉得第三局 自己还是犯了一些错误 当然这个错误也导致了最终的比赛的形式的改变 我觉得很可惜 但不管怎么讲 这就是比赛 在决胜局的17比20的时候 我们似乎看到那个霸气的超级当回来了 但是是不是回来的有点晚 首先我觉得有一些环节 14比14都被裁判判了一个 我觉得那个一下会有点打乱自己的节奏 好不定追到评分的时候 有两个致命的一个失误 无味的很无味的 李登伟并没有很压迫性的给我一些压力 自己的一些失误 所以我觉得有些可惜 在比赛结束之后 两个人交换了一个球衣 我相信这是一种不同的情感 我觉得就像很多人讲的 也许是最后一届奥运会的比赛的两个人的碰面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两个人能发挥这样一个竞技水平 我觉得至少也对得起彼此 也对得起来今天给我们加油的球迷 对于这场比赛 这场非常重要的半决赛 你想做怎样一个总结吗 我觉得我自己打的也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努力 而且呢 当打这次比赛之后 有很多的 中国的球迷给我发了很多的微信 关注并且加油 我觉得自己也做得不错 希望他们能看到这场比赛 也觉得非常满意 这边是奥运频道的采访 那现在呢 宗伟是在接受 马来西亚电视台的直播采访 稍后呢 我们会请到宗伟 让他分享一下 本场比赛之后